好 刚刚说到这个开米台风呢 才刚刚远离 不过现在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 又有热带性低气 气象局势不排除会增强为台风 预估周一开始要接近台湾的东南部 将为花冬还有中南部 带来大雨 27号午后台东一场暴雨 将道路淹成河道 水淹半个轮胎高 车辆使过渐起 阵阵水花 外头下大雨 无情淹入民宅家中 家具全部泡水 开米台风远离台东 受到第二代影响 一阵阵大雨 但现在更让人忧心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 动阵蠢蠢欲动 花冬将再度面临雨淡威胁 目前有一个低气压 正逐渐的在接近当中 那我们预计这个低气压 大概在礼拜一礼拜二 会逐渐的来到台湾附近 预期的发展再更快一点 还是有不排除 有比较小的机会 有变成台风的几率 除了这项属市井之外 专家更分析 在低压持续增强下 存在几率已经来到百分之五十 尤其大方向朝着台湾而来 迎风面滑东 还是首当其冲 整天都会大雨不断 上半天西半部天气是稳定 但是在中午过后的话 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我们预计今天中部跟南部 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这其中包括了南投彰化 到台南的这一带地方 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直在低压通过台湾前 各地白天高温炎热 高温更是上看三十六度 但中南部午后 还是会出现瞬间暴雨 在天气稳定前 外出还是带把伞 上午防晒遮阳 午后大雨 排场用场 记者综合报道 开密台风的豪雨 重创中南部的蔬菜产区 而根据台南市府农业局的统计 当地的损失是超过2.3亿元 而南部地区有很多蔬菜 是被炮烂了 影响菜价 叶菜类的涨幅 至少是两成起跳 其中又以高丽菜涨最凶 台风前一台金是39块 现在则是要55块 直接标破四成 下手前先问价格 直击周日台南地区传统市场 买菜人潮来来往往 但民众普遍的心声就是 菜又变贵了 不止一成 可能要一成半以上了 听说下礼拜更贵是怎么状况 是老板在讲说可能 因为就是采收不到 就怕现在不买 过几天长更凶 买个菜而已 就让婆婆妈妈好纠结 根据台南市政府消保官访查 风灾过后菜价掌声响起 尤其叶菜类比过去多涨两成 平均起头一斤二十块 起头一斤二十块 有叶菜类的部分吗 对对对 起 鱼子会再起吗 鱼子会一定会再起 怎么说 因为三点没有菜了 还下雨会损伤 然后菜现在季节比较少 要等两三个月后 高丽菜才会稳定 对对对 现在就是会贵 好 鱼子在高丽菜 又会再卖 镜头转到桃园传统市场 看看货架上的高丽菜还很多 但价格已经差很大 原本台风前 一斤高丽菜卖三十九元 但旧的价格已经被用胶布盖住修正 最新售价标到五十五元 涨幅破四成 民众买不下手 只好找其他根筋类蔬菜先代替 很贵哦 可是买豆芽菜就好 那你现在怎么买 我买豆芽 吃豆芽吃豆鱼 所以就是 鸡蛋 撑过这阵子就对了 对对对 开密台风带来惊人雨势 让南台湾灾情惨重 光以台南市为例 农作物的损失就高达五千多万 加上鱼业养殖和续产等等合计 损失粗估两亿三千万 但还没恢复前 就怕又有台风要来 记者姚文华 谢祥林 台南桃园报道